看过向往的生活的人都知道 魔鬼屋除了几位嘉宾之外 最让人关注的就是那几个小动物了 一群鸡鸭和一条狗 这是除了它们几个之外的活物了 对于它们这些动物 几个人可以说是关怀被指导 除了黄磊偶尔会想着把鸡鸭给顿了之外 没有任何人能威胁到它们的幸福生活 而那条狗小H更是无人能比的团宠 就连黄磊都对它关怀被指 粉丝们都想回穿小H了 实在是它令人羡慕了 请输入图片描述 作为向往的生活中的团宠 小H并不是什么非常名贵的品种 而是一只血统纯正的中华田圆犬 也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图狗 但是小H并没有因为品种而受到歧视 反而受到所有人的喜欢 无论是黄老师他们几个 还是来摸摸乌作课的嘉宾 都非常喜欢这只机灵的狗狗 黄磊甚至把他当成了儿子一样看待 为他操碎了心 请输入图片描述 随着小H一天天的长大 几个人操心起来了他的爱情 黄磊亲自为他找了一个女朋友 小OHIO 很好的寓意 看着自己的儿子成家立业 黄磊这个老父亲还是很欣慰的 最大的好消息 莫过于小H很快就有了小宝宝 而就在前几天的时候 更是生下了四只小狗狗 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啊 请输入图片描述黄磊 看着这四个小崽崽的降生 激动的心情一鱼言表 直接在微博上公布了这个好消息 而且开始向网友们争名 取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 网友们听说小H做爸爸 那也是非常的高兴 毕竟大家也是看着小H成长的人 看到小H幸福也是非常激动的 于是就脑洞大开 给几个崽崽取名字 只是这名字真的让人哭笑不得 请输入图片 描述有的人脑洞大开 用极限男人帮 那几个人给几只狗狗取名字 这是有多大的球 用他们的名字给小H的孩子取名 估计黄磊老师会被他们整死 还有人取名叫马儿 戴夫 这是用地名取的 不过咋看也不像狗狗的名字 甚至还有人因为HIO的谐音是水的化学符号 为狗狗去了一堆类似蒸馏水等等一系列水的名字 只能说这位网友 你的脑洞不是一般的大 除此之外 各种稀奇古怪的名字都有 只能说网友脑洞实在是太大了 请输入图片描述 作为向往的生活的团宠 几只狗狗的名字 真的是太难取了 不知道学识渊博的黄老师会给这四只狗狗取什么名字呢 你有没有好的建议呢 版权声明如涉及版权问题 请作者持权署证明与本网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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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